我弟妈爷 今天好冷活呀真的 窗里已经在化水了 今天最高温度3度 最低温度年下10度 最高温度3度 连续3天 温度都是在年下10度以上 棒棒的 大家好我是朵拉 今天是12月21号 然后 低水 然后今天在大庆镇啊 他们说大庆镇 过了大庆镇 都会好走很多 就是平落 没那么多坡了 希望如此吧 反正还有100来公里 到 5位 然后我现在感觉好孤独啊 我今天起来 我刷一下 白眉哥到哪了 好像野养了 就跟我一条线路的 就是 骑行圈 大半壁江山全养了 感觉我这个 我感觉我自己 瞬间变得好孤独 我呢 就是坚持 全程不住店 不下管子 不去人多的地方 嗯 不去室内 跟人接触 尽量吧 就是小店可以 小店人少的地方可以啊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 挺过今年 不养 如果那样的话 如果我 能嵌称不养的话 那我真的是 一圈一圈的扛帛子了啊 哈哈哈 扛住了 小半壁江山 哈哈哈 哎呀 今天嘛 反正一车练气晚 如果路平的话 会很爽啊 路平的话 最起码可以 搞个二三十公里 哈哈 好了 起床起床起床 继续去做火锅吃 早上就把一些 这个小葫芦 跟生菜 和丸子 扔进去了 就好了 继续吃 嗯 我现在不怕住店下管子 我最怕的就是 来快递了 我在五威拿那么多快递 还要在五威洗头洗澡 所以说看看吧 在五威如果我能够挺得过去 后面就基本不怕了 五威我的不可以不养的话 后面我更加不接触人了 没有机会 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人 我有很多感冒药 我出门的时候就 带了感冒药的 到现在的也没用上呢 然后 之前在五家川 高速收费站那边 给我送物资的哥哥 那个哥哥 又给我带了一些感冒药的 所以看嘛 在五威多待几天 要装太阳 那晚要拿快递 要洗头洗澡 把那事情都搞完之后 再住个三五天 两三天吧 没有事就可以出发了 有事的话就在五威待着 已经都收拾好了 装车了 然后 关键是现在 呃 我要直着走 我要直着走 但是 交易站在右边 我想去打水啊 呃 单独汽车把水打过来吗 嗯 因为后面不知道 要过 两天还是三天 才有补济点 得把水弄好 先汽车去打水吧 买物资 看看 我的脏成啥样了 完全就是 这路上就等于扔了 没办法洗 洗 洗过去也洗不出来 然后浅色太 不耐脏了 到大戈壁滩更加 不好搞 这又要下岗了 终于又看到煤块了 我的煤已经耗尽了 昨天都不够烧 好 把柴火烧了 引燃的柴火快烧完了 好 今天终于又可以 剪到煤块了 要 要 要有一袋子 煤块 心里才安心 勇敢的你 站在这里 站在这里 脸庞 亲手 却骄傲 在这远方 没人陪伴 只有幻想和烦恼 无聊的 无聊的 渺小的 反对不公平的世界 没人陪伴 没能继续的革命 不患而犯的告别 我到夏后 不敢回头 不能再见的朋友 有人躲了 有人疯了 有人疯了 有人随着放弃了 我难过 我 不得不去工作 我 在大楼的一个角落 各自间的女孩 时间久了也很美 我会和她结婚 带我去小城过年 忘了办案要滚远 奔腾不复的时代 我到夏后 不敢回头 被社会伤害的人们 有人躲了 有人疯了 有人飞着放弃了 那些暖化一线都灿烂 是爆炸的烟火 那一段耀眼的火焰 在燃烧着你和我 那个不铭心的恋爱 总带给我伤害 那冰淡入睡的生活 因为而欢乐 我不敢往前面走了 前面就是去古浪县的县道 跟去武威市的神道 交叉的地方 我怕等一下没有地方停车 这边吧 你说也不好 这个大坡子拉过去 也都是雪地 好了 我觉得就在这住了 因为前面我确实怕 到了十字路口 三叉路口 就是没有地方给你停车 就麻烦了 这前面是停车加水的 对面应该是个骑士业 公路部门吧 但是这边才好上厕所呀 还是这边好一点 不要住人家房子旁边 现在离人群远一点 唉唷 是的 是 是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早上煤用的一块都没有了 然后今天一下午16公里 差不多五六公里上坡 16公里的频路期的 上坡的时候就边走边剪煤 一下剪满了 两天 够烧两天呢 两三天 今天继续煮火锅 这个大概这个火锅丸子 明天还能煮一顿 杏鲍菇冻豆腐 然后青菜 放点花椰菜 青菜 再放点大白菜 明天这个 丸子 还可以煮一顿 开饭开饭边吃边煮 还是喜欢吃这个结实的白馍 感觉白馍比较下菜 蓬松的馍不怎么下菜 刚才有两个大货车司机来这边加水 然后就把人就围着床车 看一圈 然后准备掀帐篷进来捞坑 我看到他们没戴口罩 然后他们准备掀帐篷来跟我捞 我说 我慌得一批呀 当时 我抓紧 我说不要开帐篷 不要开帐篷 现在都羊了 你不要靠我太近 然后他们说 我没有羊 我说我还知道你们羊没羊 羊的人也是后来才知道自己羊了呀 他们就又在后面 外面转悠着车 聊了半天 然后就走了 现在这个时间段 就是在户外还好 你戴着口罩跟我靠近讲话 我不怕的 但是你 不戴口罩这点 我绝对不能接受啊 就算是户外 你捏口水泼墨子 喷过来 喷在我东西上 喷在我的帐篷里面 对不对 我还是有中招的可能啊 你只要戴了 戴了 就是只要在户外 你戴了口罩 我都可以跟你聊天 跟你说话怎么样的 室内我就不多待了 也不会讲话的 室内的话就是 赶紧买完东西 报个事就留 不能在室内都待 就是戴着口罩 室内的那个细菌 也是戴久了 也是容易窜到 自己的呼吸道里面去的 所以我现在是 特别谨慎 特别谨慎 我不能让骑行圈 整个全部倒下了 我要一腻不倒 本来我就一直很小心 一直我都不太跟陌生人太接近 尤其不太口罩的 我是特别抗拒跟他接触的 而且我带着床车 就是我的优势 除了买东西 完全可以不用进室内 不像他们羊的人 都是要下馆子住店 不住搞不了店 其实不方便 我现在离五威市 正好80公里 明天21公里有一个镇 如果再补一次店 我就可以直接干到五威市去了 就希望明天路好走吧 黄花滩镇 对 就不要过古浪县了 其实我挺想去古浪县 转悠一圈的 我不想打卡金点 我只想就是 多看一下世界的不同 就是多看一下 全国每个地方都长什么样子 所以说 挺想绕过古浪县的 后面如果 80公里好走的话 三天就可以搞到了 味道真的棒极了 今天不怎么冷啊 不怎么冷 烤脚不是那么急切 烤衣服变得急切了 这都个把星期了 洗的衣服还是棒锤 冲都冲不开 也没办法晒 只有把它划开 能冲开了 我才能把它挂起来 趁这两天天气好 把它晒干了 到五位是洗完枣又要穿呢 不能烤不能烤 这袋子一烤就破 烤了快两个小时 才把衣服全部划开 几件衣服全部终于划开了 但是 单件还是拖 整个 大拖解开了 现在是小拖 长记性了 长记性了 从此以后 洗完衣服马上挂起来 要不然到后面 不会给你挂的机会 一个星期也没把它挂起来 十点钟了 十点钟了 终于全部都搞好了 衣服终于给化洞 挂在外面了 然后 明天就是想要 赶到那个 黄花滩镇去 冲药店 希望三天 能够冲到五位市去 赶紧装太阳能板了 行 今天就 拍到这了 拜拜 晚安